这个男人拥有独一无二的鼻子 能够闻出任何香水的牌子 就比如金发妹身上的这款 闻了之后简直感觉是天堂 但其实就是金发妹小毒做的迷魂箱 而他所做的一切 就是想从男人的别野中逃出去 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还要从他偷了富豪的一颗绿宝石 惨遭神秘人追杀术起 为了逃避追杀 他和猫女只好先入住为恩庄园 而少爷则闭关研究起了绿宝石中 藏着的那把钥匙 虽然住着大别野 但是小毒却有点无聊 想出去找点恶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遍 而少爷并不知道小毒已经跑了 还在蒙头研究 他发现这个钥匙头竟然是一个猫头鹰 仔细一想 这会不会跟猫头鹰法庭有关呢 就在他疑惑时 电话响了起来 是神秘人打来的电话 原来他们抓住了小毒 想要用他来换钥匙 少爷这才发现小毒不见了 随后少爷几人来到了交换地址 他问大胡子为什么抓着 这把钥匙不放 大胡子说告诉你们也无妨 其实我们不是猫头鹰法庭的人 我们曾经是歌坛最大的走私机构 但是我们都威胁到了猫头鹰法庭的存在 于是他们动手打残了我们 我们现在准备复仇 而你手中的钥匙就是复仇的利器 少爷不信 就一把钥匙能扳倒超级反派组织 大胡子说 那把钥匙对应着一个保险箱 虽然我们不知道保险箱里面是什么 但是据我们所知 猫头鹰们非常惧怕里面的东西 少爷心想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 于是拿出了钥匙 说那我们合作吧 我也想搬到猫头鹰法庭 随后几人约定 到时候在保险箱所在地会合 几天后 少爷等人早早来到了约定地点 但是怎么等都不见大胡子等人的身影 其实他们不知道 那天大胡子等人刚回到住所 就被猫头鹰法庭给灭了 一个不剩 久等不来的少爷决定自己干 但远处 一个黑衣人正在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少爷几人顺利地解决了门口的保安 来到了保险柜前 用钥匙打开了柜子 但里面除了一个猫头鹰水晶雕像 其他的啥也没了 时间紧迫 猫女只能先把雕像装了 但就在这时 一个面具男出现 一拳干翻了少爷 面具男武功极高 即使少爷三人联手都干不过他 我就说嘛 这么重要的地方 守卫为何如此薄弱 因为有面具男啊 就在阿福即将去见老东家时 之前的那个黑衣人出现 直接给男人来了一花瓶 阿福趁机反杀 当黑衣人将面具摘下时 猫女愣住了 这个人竟然是他妈妈 而少爷的故事线也先告一段落 让猫头鹰法庭 惧怕的水晶雕像里 又藏有什么秘密 我们之后讲 因为谜语人 已经查到了企鹅人 正式杀他爱人的真凶 他决定报复企鹅人 那他又是如何发现呢 他又会怎么报复呢 我们下集接着讲 这里跟大家请个假 调整一下状态 今晚只更新一集 明天继续